凤九往上走,越往上面,越看不见前面的路,也不知道还有多少阶梯,反正未到尽头,他也就往上走着,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他看不见前面和后面的人,也听不见其他的声音,在这条路上,仿佛就只有他一人一样。 步伐缓缓而行,呼得狂风吹来,吹刮着他睁不开眼睛,身体也仿佛要被吹倒一半,他稳住脚步,停顿了一下,朝前面望,只有呼呼狂风四处吹刮。 紧接着,狂风中夹带着暴雨打来,那暴雨伴随着锋利打落在他身上,如同被一把石子砸到一半,有些疼痛。 身上的灵力气息,仿佛这一刻起不到任何作用,竟无法隔绝开那些风雨的袭击,他的步伐没有再停留,因为不知从何时开始,他身后阶梯便在消失,仿佛只要他停下来就会摔向下方一样,因此哪怕往上走的速度并不快,他也依旧一步一脚印地走。 也不知过了多久,狂风停了,暴雨也停了,取而代之的,却是灼热的艳阳,就仿佛那个太阳就在他的头顶暴晒他一样。 灼热气温将他身上的衣服和墨发上的水分烤得一干二净,水气蒸发在天空中,原本湿漉漉地贴着身上的衣服干了,可是汗水渗了出来,一滴滴地往下滴。 他的口即可,伸手想要去空间中取出水,却发现什么也拿不到,他只是挣了一下,便继续往前走。 在这条路上,仿佛没有黑夜一般,他仿佛走了很久很久,可就是没有看到头。 他的体力消耗极大,步伐也渐渐放慢了下来,而在这时,这条灯仙梯上的天气又是一变,前一刻还艳阳高照,晒得他睁不开眼睛,下一刻却仿佛坠入了冰天雪地一般,雪花飘飘,寒风呼啸,雪越下越大,冰寒刺骨,就连脚下的路也被雪覆盖了厚厚一层。 口中即可的他,忍不住弯下腰,抓起一把雪在手中,然而未等他将雪塞入口中,就见雪在他手中消失了。 他一震,脚步停了下来,心头一动,亲眸盯着空无一物的手掌,呼得心中一鸣。 心有通天道,何惧风险祖先道? 他声音已落,那飘荡的雪白,消失无踪,往外周围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